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了知识 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 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 又要加上前境 有了前境 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 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你们若匆匆足足地有这几样 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 不至于闲难不结果之了 人若没有这几样 就是眼黑 只看见近处的 忘了他旧日的罪 已经得了结症 所以弟兄们 应当更加恩勤 使你们所蒙的恩赵和简选坚定不宜 你们若行这几样 就永不失脚 在1972年 美国士丹佛大学 就发表了一项名为棉花糖实验的研究报告 这项实验是测试小朋友的自制能力 就是有关他们能否延迟满足自己的欲望 研究人员将一粒棉花糖给测试的每一位小朋友 并且告诉他们 如果在十分钟之后才吃 就能够多得一粒棉花糖了 在这个研究里面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小朋友 能够得到最大的奖赏 他们可以忍耐到底 而不吃那粒棉花糖 而另外三分之一的小朋友 不到三十秒 就将粒棉花糖吃掉了 当有人提供我们所渴望的东西 即使我们知道 其实再等多一会儿 就可以让我们获得更多都好 我们都是很难克制自己不马上去拿这东西 但彼得就劝勉我们 有了信心 还要加上各种美德 而其中一个美德就是节制 彼得鼓励当时的读者和我们 在对主耶稣有了信心之后 还要在德行 知识 节制 忍耐 拳劲 以及爱心上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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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继继继续统 这就是拥有这份信心的行为表现 这些美德并不是要使我们赢得上帝的月纳 也不是说会确保我们一上到天国就有一直的地位 而是要表明我们对自己对身边的人都需要学习节制 因为上帝已经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智慧和力量 而最厉害的就是上帝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乾敬的事赐给我们 让你和我倚靠圣灵的大能活出讨他喜悦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朋友 你曾经在谁身上看到基督的品格呢? 而你要如何倚靠上帝培养这些品格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高兴破夜难 仗珍此天边声吹 彼得后书一章三节 提醒我们说 上帝的神能 以将一切关乎生命 和前进的事 刺给我们 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圣灵 求你让我能够拥有那些 可以反映主耶稣的美德 使我能够向四周围的人 彰显你的良善 赞美创造无限 无尽赞摊 无尽赞摊 世间惊叹 高兴破夜难 仗珍女赞美潮信 很感谢您收睇今天的特选灵修信息 盼望当众的分享以及诗歌 让您心灵得到滋润 灵命得到更新 邀请您继续收睇其他主题信息 愿上帝慈福与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